欢迎讨论IT-Handyguide Tutorial,我是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一个Tutorial 我们会用这个Git指令 来做这个LocalRepository 来建立一个新的LocalRepository 那在之前的Tutorial 其实我用了这个 在之前的Tutorial 其实我用了这个SourceTree 来建立LocalRepository 那等一下也会教TotalsKey 来建立LocalRepository 但是呢,这边要注意的是 这个BairRepository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SourceTree 跟TotalsKey来做 只是呢,我们在这一整个Tutorial 我都只会教你使用Git指令来做 因为我觉得用SourceTree 跟TotalsKey来做BairRepository 不是非常的保险 那至于是为什么的话 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个Git版本的不一样 或是干嘛干嘛的 所以我个人呢 就是在做这个BairRepository的时候 我一律是使用Git指令 那这个就是等一下会来教 那重点是这个 Git指令呢 Git指令是你一定要学的 一定一定要学的 但是如果你是速成班的同学 速成班的同学 就不一定要学啦 那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我速成班的部分呢 就是1267 1267 就是说你只需要学这个SourceTree的部分 那至于Git指令的部分 跟TotalsKey的部分 速成班的同学你都不用学 然后那 那个你就只要知道说 SourceTree要怎么建立LocalRepository就好 那至于BairRepository 不好意思你几乎用不到啦 那这个呢就是 这个每角班跟直播班的同学 直播班的同学 我就不会教TotalsKey 那每角班的同学 我就会教这个Git指令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要怎么样透过这个GitBash 就是Git指令呢 来做这个LocalRepository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 在讲义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我不确定有没有啦 所以我就是先再开一个新的 等一下喔 好 然后那这边多一个这个东西 这可以关掉 这没用 然后那基本上呢 就是在这个路径底下呢 我要去Azure DevOps 好这里 然后这个Git Demo 01 好这个路径 好这个路径呢 好这个路径我先确认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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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路径呢 我要执行GitInit 好 那 好 就是先打开这个GitBash here 好 然后 反正我就是在这个GitBash here 好 这边GitBash here 然后接下来执行GitInit 那这个Init的意思呢 就是Initialize的意思 Initialize 然后那Initialize 就初始化 那它就产生一个Dogit的资料夹 好 好 那产生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会长什么样子 你看哦 就是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选GitBash here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是 直接打GitInit Enter 它就产生一个Dogit资料夹 有没有看到就在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再透过Git指令呢 来建立一个这个Dogit Local GitConfiguration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卡命 好那一样就是 就是这个1.txt按右键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txt 叫1.txt 然后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stage所有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做一个commit message 好那当然这些都是附带条件 好那那 就是这个就是看那个log 然后那这个就是看你的GitStatus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的GitAdd 就是stage all 然后再看GitStatus 然后再做一个GitCommit 然后再看你的Status 然后再看GitLog 好那这一些指令呢 我会搭配我们的手续来交 所以呢 啊 虽然 虽然在这个讲义这边没有写啦 但是 刚才教过你了嘛 就是把这个路径Copy一下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打开来 然后按Add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加进来按Add 好 所以我们现在收续的部分也准备好了 你可以看到目前就是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它是一个onstage file 好那我把它放到左手边 然后那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然后那刚才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Git指令 好 然后那把它放到右边去好了 好这样互相做比较 好 那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看这个GitLog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GitLog GitStatus S T A T U S 好 你可以看到GitLog呢 它相当于就是收续的History 这里 收续的History 目前是有一个oncommitted change 因为是oncommitted change 所以它没有显示任何的committed 然后那接下来在FileStatus 在History这边 你在History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个onstage file 然后它就告诉你说 其实这是一个ontrack file 因为我们产生一个新的这个东西嘛 然后那你滑鼠一过来这里 然后它就跟你说nottrack nottrack 有没有看到 nottrack 然后那这边就是跟你说它是一个ontrack file 好那接下来呢 好 一样在我们的这个讲义这边 好 我们就来做一个GitAdd的动作 这GitAdd的动作呢 相当于你就是按这个stage all 但是呢 我就在这边执行GitAdd 我执行完GitAdd的之后 我回到这边来 我按F5 然后这个收续它就更新了嘛 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1.txt 就被stage了 好 然后那我再看一下这个GitStatus 好 你就看到说它就变stage了 变绿色 从红色变绿色 从红色变绿色 好 然后那接下来再做这个GitCommit 那这个GitCommit呢 它的这个GitCommitMessage呢 是这个 好 好 GitCommitMessage是这个 它相当于什么东西呢 相当于我去FileStatus这边 然后呢 然后做这个GitCommit的动作 相当于是这样子 但是我这边就把它删掉 好 那我就按Enter 好 那这个En呢 代表是Message的意思 那我后面就是要翻一个GitCommitMessage 好 那我这里就GitCommit完毕了 我GitCommit完毕之后呢 我来这边按Enter5 这时候FileStatus就空了 我们来看History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Commit 那这个CommitMessage 就叫做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好 好 先看GitLog 好 好 GitLog呢 好 你就看到这边跟这边一样 好 然后告诉你说 目前的Head 好 是在这个Master这里 目前的Head是在Master这里 好 那接下来这个 好 这个F-E-A什么鬼的 好 F-E-A什么的这样子 好 好 这个CommitMessage 所以呢 其实你这个指令呢 就相当于是Soul Street的这个History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GitStatus 那GitStatus呢 目前是干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就没有任何的GitStatus 然后这边也是干净的 我跟你说 Nothing to commit 这样子 好 这边也是 就是Unbranch Nothing to commit 有没有看到 这边写 Nothing to commit Nothing to commit 好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就是全部都是互相呼应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好 那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里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 接下来在讲义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教你说你用Soul Street 来Open这个Repository 这个刚才已经做过了 你就是打开这个Repository 那你一样可以用Totals Key 来打开这个Repository 好 那你就是在这个地方 按右键 Show Lock 诶 这样就搞定了 好 那你一样可以看到 这个Repository 它就产生一个新的Lock 所以 那个 互相搭配使用 要习惯这样的一个用法 好 记得这边要够AllBranch 所以基本上就是 按右键 然后Show Lock 然后这边要勾选AllBranch 记得永远都要勾选AllBranch 好 那接下来就是Gibash Gibash Gibash的话就是你要记得 你如果不小心关掉的话 你一样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选的是Gibash Here 好 那一样是打开这个路径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就通通都可以用 好 那这一个 这个Video的部分呢 就是你 你看 这是我们刚才这个画面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再重新再多打开一个Gibash 好 然后你一样去可以呼叫 你一样可以呼叫Gitlog跟GitStatus 好 Gitlog 然后你一样可以呼叫GitStatus 好 这些都没问题 可以在多个四川里面呼叫 好 好 那我们这一个Tutorial 这个部分呢 就交到这里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Bear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5 7 5